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大家記得CLSS, 留言, 分享, 和訂閱我們 兩天和你講晚聯的YouTube Channel, 包括大包台和新聞台, 當然要訪問我們的IG, 不過這個版面就見不到我的IG的名字 大家可以去Info Box 見到我的IG的名字 為什麼會用這個版面呢? 其實我另一部機 這部機就升級了OS, 但這部機現在有點神奇 還未能完成, 所以要用這部機錄住 提醒各位用Mac的朋友, 剛剛的OS 想清楚才會升級了, 因為我聽幾位朋友都說升級了, 現在當然 我們的球會和萬聯也是升級了, 因為 昨晚我已經IG Story出了, 升級六場波已經又再延期了 為什麼呢? 當然情況是很麻煩 根據昨晚的消息 我們最少截至昨晚有19位 一隊或者是教練中招 所以真的越來越厲害了, 因為我們剛剛和大家數一數 前天訓練的球員也有十幾個, 現在真的越來越少了 根據Samuel Luthorst Vanchester Evening News 的資訊 雖則我們數到十幾個球員 但是很多都可能會 受傷 或者還未能踢 所以對賓福特已經cancel了周中那場 我們踢得的球員 只有九個 現在到達巴黎頓 這場只剩下七個 所以 很多朋友說為什麼你那麼多人都不出 實際上 如果不計算雙的球員 出得的球員是相當之少的 所以 白禮頓那場比賽 都要取消 還有 還有 其實這幾天都不停有比賽取消 其實很多時候就很遲才說 大家都不知道 實際上的guidline是怎樣 英超那裡就要逐場逐場計 看看你的情況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很多時候都會比較混亂 我引述一下 Samuel Luthorst 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記者 他給了我們一些資訊 他說如果在正常的情況下 正常的情況下 一隊英超球隊 只要 有14個球員 不是14個龍門 有14個球員 大部分都是 非龍門的球員 14個裡面有1至2個龍門 兩個球會 都有14個球員 以上的話 那場比賽一定要踢 這個大家很有趣 當然現在就是特別的情況 不是平常的情況 如果平常的情況就是這樣 還有 如果U隊的球員 究竟是否計算到1隊 就會有限制 英超就說 如果U隊的球員 要有 一隊的 這個就沒有說實的 就是reasonable 可以理解 之下 合理 1隊的1隊的經驗才可以計算到 14個球員裏面 所以 如果 萬聯這樣計算的話 連14個也不夠 所以 可能 已經踢不到 另外 還想說 其實 我們的 U隊其實也有人中招 亦因為這樣 我們U23的比賽 亦都要 延遲 暫時取消 延延期 去計算 所以 你看看現在球會 真的 中到飛起 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能搞得 因為 如果 中了招的球員當然要等他好分 很中的 有些要跌離的球員要起碼 10天 所以 在個勢 我們就算下星期 打卡數 都不知道 打不打倒 不要說這兩場 這兩場一定取消 這群福特已經取消了 但那一場也取消了 即是延期 最後 亦都想和大家說 後來在夜晚的時候 英超出了一個聲明 討論我們那場球賽取消 亦都說了 一些 在現在的情況如何取消比賽的guide line 我都和大家分享了 他就說 很可惜 計算到昨晚 有四場的英超比賽 已經要延期了 當知道有傳播 風險或者中招的情況 英超的 想法 盡量 繼續比賽 只要在安全的情況下 當然 健康 和 各位 相關人士 都是我們的考慮 健康方面的考慮 也是重要的 他就說 關於曼聯 禮拜六的那場球 由於 隊員的傳播 令到他們 不足夠人去做一個球隊 踢球 這同樣的情況 令到 賓福特的那場球取消 下面就重要了 他說 董事會會 每一個申請延期的球賽 逐場逐場計算 他說基於現在的守則 剛才我們說的 和現在的 特別情況 他會看幾個不同的因素 第一個 究竟有多少球員可以踢到 球會有多少能力可以找到球員踢 第二 就是說 傳播的情況 究竟有多嚴峻 然後 究竟 球會有多少能力可以讓一個安全的環境 踢這場比賽 當然了 董事會也會計算 其實 對方 危機有多少 就是說 如果你跟其他球會對賽 對方也會有球員 職員來你們 兩隊球隊 球員 會有接觸 究竟這個 傳播風險有多大呢 都是 董事會研究或討論 決定的因素 所以 現在所有英超球會都會去 特別的措施 例如 社交距離 戴口罩之類 不過戴口罩都是室內的 室內就不用了 所以這就是英超的聲明 究竟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踢回 或者現在的情況 維持到多久 就真的是 暫時都不算 支數 只是知道 整體的樣子都沒那麼快 所以 我現在 唯有 希望大家快點好 治療 最重要是這個病始終是很麻煩的 希望 世界上都沒有什麼辦法 因為現在也不是 足球的問題 我昨天就看了少少 United Stand的直播 其實英國那邊 一直都在說 是不是有些清晰的指引 告訴大家 第一 因為他們常常著重私隱 誰誰中招的 他們是不說的 因為這是個人私隱的問題 但是他們現在在說 究竟可不可以告訴大家 每隊球中有多少個球員 打了疫苗 多少球員 中招 是不是都可以知道 因為現在 譬如我們馬上 幾多人中招是沒有人知道的 都說記者 不知道要猜猜一下 還是要收封回來的 但公司就不說 很多事情都在猜猜一下 他們昨天在 無論如何聽幾個Podcast 或者United Stand的直播 都在說這件事 是不是可以清晰一點點呢 暫時這一節來到這裏 有什麼主張消息 都會跟大家說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